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全國各縣市對問題蛋 展開了大追查 新北市查到一家業者 把進口蛋和國產蛋混合 加工成液蛋 還標示產地為臺灣 臺北市衛生局今天證實 上個月有團善業者 用到了這一批產品 做成二十家暑期輔導 補習班的餐點 早就吃進了肚子 臺中市更是查獲 已經席選好的蛋 打上還沒到的日期 變成了所謂的未來蛋 新莊的福商聖誕品公司 被新北市衛生局十八日查獲 今年六到八月間 把土耳其巴西 以及美國產的進口蛋 與國產蛋混合成液蛋 共兩萬九百七十四公斤 還把產地標臺灣 出貨給北部縣市業者 北市更查出有團善業者 八月份使用該批產品 製作二十家暑期輔導 補習班的餐點 約九百份餐點 學童已經吃煞肚 業者已經設有假冒或是虛偽標示 那已設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或許可開罰六萬以上兩億元 以下的一個法環 發現有業者曾於八月份使用 涉案產品 製作供應暑期補習班餐點 相關資訊將移請新北市衛生局 做後續調查 台北市議員劉采薇也公布農業部回函資料 包括知名的食品大廠義美在內 有三家業者都使用到巴西等國的進口蛋 各地方政府積極查蛋 台中查獲未來蛋 已經席選好的蛋卻標注未來日期 將開罰四到四百萬元 一共積查了148家的業者 那有查到不合格的 昨天就有查到一家未來蛋 那這表示嚴重的市場現在十分的混亂 而且標示不實 這個都已經過期 對 巴西的嘛 云林縣衛生局前往物流積查進口蛋 兩處共查到521萬多顆過期的巴西雞蛋 彰化則查獲兆風冷凍庫 328萬顆進口蛋當中 有295萬顆都已經過期代銷毀 農業部十八日公佈 續產會庫存進口雞蛋的冷鏈倉儲 分佈在七縣市十三個倉儲 其中高雄就有954萬顆到期代銷毀 針對藍營批評超私台農都在高雄 高市府不夠積極查蛋 陳其曼也作出回應 陳其曼也作出回應 務必要水落石出查清楚蛋的流向 石曼署也與高市府平縣府聯手 繽紛三路查台農與其關係企業信心公司 屏東協選廠 因現場仍無法提供競銷數量流向 藏衣違反審安法開發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印刷法環 記者綜合報導 在總統大選的新聞方面 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參選總統的連數行動 原定今天要起跑卻是臨時宣布延後 理由是要強化資安 明天將會有十個站點先啟用 至於民眾黨的柯文哲 今天晚上AI競選歌曲發表會的地點 本來又是鎖定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但是被市政府告知 北流不得涉及政黨和競選活動 所以臨時換了場地 民眾排隊要等著連署 卻鋪了空 工作人員準備茶水 讓長輩稍坐休息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交出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連署之路開跑 力拚達標二十九萬人的門檻 位在臺北東區的旗艦連署站 原本十九號就要正式運作 但郭辦臨時宣布 考量資安危案因素順延一天 二十號才開放 讓一早趕來的民眾相當錯愕 郭辦表示 全臺連署二十號正式啟動 第一批連署站點以六都為主 共有十個站點 包括新北永和 宜蘭 苗栗 嘉義 屏東等 擴散到全臺二十二縣市 不過南投的連署站點偷偷起跑 讓民眾搶先連署 此外民眾黨柯文哲 先前想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辦演唱會被拒絕 都在北流卡夫卡餐廳舉辦AI競選歌曲發表會 再次被北市府以不得參與政治活動有關係勸退 副總統賴清德則到台南參加科技趨勢論壇 即產業特展 系數自己擔任台南市長期間 推動改善各工業區 吸引台商投資 賴清德強調 最重要就是解決用水土地問題 讓台積電五奈米落腳南科 奠定台南發展基礎 賴清德表示 半導體 人工智慧 綠能 電動車是產業趨勢 若順利當選接任總統 將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 大力投資科技創新 記者黃子杰 張子佳 張國良 溫正恆 臺北才能報導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訪問美國的重頭戲 今天除了在華府智庫發表演說 也拜會了美國在台協會AIT總部 對於中共軍機擾臺 一天之內多達一百零三個架次 侯友宜向北京喊話 呼籲停止類似的行為 因為這樣只會突增 臺灣人民的反感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美國時間18號到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院發表演說 提出3D戰略 嚇阻對話 降低風險 與會的AIT前主席普瑞哲 華府智庫學者葛萊怡對談話內容保密到家 只強調以充分理解侯友宜對於兩岸關係 還有美台關係的觀點 會中是否談及九二共事 普瑞哲只表示無法談論具體 細節 侯友宜也拜會美國在台協會總部 AIT主席羅森伯格親自迎接 兩人會談並互贈禮物 侯友宜送關公帽 羅森伯格送蜂蜜跟果醬 此外 侯友宜也前往國會山莊和共和黨眾議員 塞森斯 賈西亞以及塞爾夫 針對臺美關係 國防兩岸問題深入討論 速度表態要強化國防軍備 嚇阻中國動武 但共機單日擾臺103架次創下新高 侯友宜直接向北京喊話 侯友宜在明天美國時間十九號 將會繼續拜會智庫 還有美國的國會議員 要來繼續強化他對美中台三方關係的論述 以上是記者在美國華府的採訪報導 也是在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跟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 今天在聯合國大會進行場邊會晤 而美中兩國高層在一週之內積極會面 被外界視為雙方想要努力降低目前的緊張關係 我方外交部則表示會密切關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跟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進行場邊會晤 這也是繼週末蘇利文跟王毅在馬爾他會談之後 美中高層一週之內再度會面 兩人都談到美中關係對於全球的重要性 中美關係面臨著著多的困難和挑戰 確實需要我們雙方進入共同拿出誠意 相像而行 面臨的採訪是最好的方法 去處理與我們之間不合作 也就是最好的方法去處理與我們之間的合作 與我們之間的跡象 世界期待我們要在於我們 responsibly管 美中近來積極恢復溝通管道 被視為要為年底的敗習會鋪路 伯布林肯跟韓正談話當中 都沒有明確提到見面的消息 美國白宮國安會表示 美中各項議題溝通順暢 現在就剩軍事管道還在努力 外交部表示持續關注美中高層 會面議題也會持續強化 台美之間的夥伴關係 對中國外交部宣稱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不存在海峽中線 外交部提出反駁 重申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記者韓英朋友組整理報導 而在另一方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也已經抵達美國紐約 當地時間十九號 將會參加聯合國大會 他表示烏克蘭的反攻行動 已經有了關鍵性的突破 這一趟訪美 就是要向國際社會 尋求更多的援助 澤倫斯基十八號抵達紐約 先前往史坦頓島大學醫院 探望在對惡作戰中受傷截肢 到這裡接受治療 安裝一隻的烏克蘭傷兵 澤倫斯基當地時間十九號 將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 也被問到是否將在安理會 與俄方代表通常 聯大之後 澤倫斯基將拜會拜登與美國國會 爭取更多支持 包括國會意見高度分歧的 一筆兩百四十億美元援助金 烏克蘭傷兵雷雷 交戰過的地區也滿部地雷與衛爆彈 志工投入各地儲雷工作 中部城市克利福洛 工程師自製遙控排雷機 用鋁帶式的挖土機為主體 前端是附帶防護罩的旋轉鏈條排雷裝置 車身配備裝甲 號稱每個小時可以掃雷九千平方公尺 不過畢竟不是專業設備 這類拖拉機與挖土機客難改造的排雷法 效率無法保證 原則上只能用來清除人員殺傷性的地雷 對於反坦克地雷作用不大 消耗率高 對操作者也有一定的風險 救援工兵單位仍然持續下鄉 為村民跟孩童上課 因為地雷危機還會存在很久時間 他們必須學會趨吉避凶自保之刀 公視新聞是會中別 印度和加拿大最近爆發外交糾紛 原因是今年六月卑施省發生一件槍擊案 被殺害的男子是當地席客教的領袖 他因為主張席客族獨立 而被印度當局通緝 而在三個月之後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星期一在國會表示 目前掌握了可靠的指控 調查方向指向印度政府的特務涉案 而因為尼賈爾只有印度跟加拿大雙重國籍 杜魯道特別強調 外國政府跑來殺害加拿大公民 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 完全不能接受 這些話當然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印度政府立刻跳腳 反駁這些指控內容太荒謬 而且拘心捧測 這場風波目前演變成兩國相互驅逐 外交官 美國方面也表達高度關切 針對今年六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自家領土上 遭到殺害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十八號在國會中表示 加拿大國安機構一直在積極追查 並掌握可靠資訊顯示 印度特務可能涉案 今年六月中現年四十五歲的席克教領袖 尼加爾在加拿大貝斯省一間席克教寺廟停車場 遭人槍擊身亡 由於尼加爾生前主張 席克族應該從印度庞哲普邦獨立 為哈利斯坦國 而遭到印度政府通緝 加拿大席克教人口超過七十七萬 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 印度裔的人口更是高達一百四十到一百八十萬 加拿大外交部證實已驅逐印度駐加拿大的情報部門 負責人 杜魯道在這個月初的G20 本體峰會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時 有提到此事 不過印度政府也對加拿大縱容 印度裔分離主義人士 在加拿大活動不滿 讓兩國雙邊關係因此倒退 公視新聞 這位人編譯 介紹但您關心非洲國家 蘇丹在今年四月爆發內戰 戰火 已經持續了半年 衝突越演越烈 位在首都喀土木的一座地標大樓 週末遭到攻擊 立刻陷入了一片火海 而沒完沒了的戰亂 也讓當地的難民人數倍增 現在有超過七百萬人流離失所 陷入了糧食跟安全危機 蘇丹兩派軍頭自四月鬧內訌以來 衝突越演越烈 週末首都喀土木這棟著名地標 尼羅河石油公司總部大樓 遭攻擊陷入火海 兩名快速支援部隊的軍人 站在冒著濃濃黑煙的大樓前拍片指控 這是政府軍採取焦土政策的傑作 這座塔頂有金屬區環繞的玻璃圍幕大樓 建於2011年南蘇丹獨立之前的石油盛產繁榮期 是蘇丹造價最高的建築之一 但在政府軍與叛軍爭奪地盤的戰亂中 已成廢墟 蘇丹常年陷入動盪 前独裁領袖巴西爾2019年被退翻後 軍方內部的權力鬥爭始終沒有平息 這一波內戰已經導致高達710萬人流離失所 人數是4月衝突爆發前的兩倍多 這位母親帶著孩子從喀土木逃到東部省份 只能暫時在人滿為患的難民營中落腳 人權組織指出 蘇丹境內難民人數高居全球之灌 其中占半數的兒童處境更令人擔憂 他們目前飽受禍亂 瘧疾和營養不良之苦 如果衝突持續升高 恐怕衍生更多像是同工與兒童犯罪的問題 呼籲外界多加重視 故事新聞的文明編一 接下來的新聞猜猜看時間 把時間交給批帥 好的 謝謝明明主播 剛才新聞的地點是在非洲國家蘇丹 請問觀眾朋友 你知道蘇丹的首都是下列哪個地方嗎 一 奈洛比 二 金夏沙 三 克土木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聯合國勇士發展高峰會在星期一開幕 各國將討論如何在二零三零年之前達成十七項氣候目標 另外世界各地有不少藝術家透過作品 喚起大眾對氣候議題的關注 巴西聖保羅市中心就出現了三個巨大的肩蛋 代表熱爆了 三顆巨大的肩蛋出現在高樓林地的巴西聖保羅市中心 大型裝置藝術 吸引民眾拍照 但它代表的卻是嚴峻的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現象 藝術家藉由高溫熱到足以堅淡的比喻 是僅人類關注氣候危機 全球被氣候問題所苦 二零二三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十八號與美國紐約開幕 為期兩天的大會 各國代表將討論如何在二零三零年之前 如期達成二零一五年所立下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 然而受到疫情 戰爭以及全球氣候危機影響 目前預估僅有百分之十五的目標能如期達正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 九月稍早就要求G20領導人 每年至少再提供五千億美元 協助一些國家達成目標 當各國領袖在會場內誓言完成永續發展 聯合國總部外草皮則樹立著色彩繽紛 的十七道門 有來自各大洲的藝術家 為氣候目標提供了自己的視角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受到疫情還有經濟衰退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去年的結婚率創下了將近四十年以來 的新低 連帶周邊市場的商機也跟著下滑 用長鏡頭捕捉新人最甜蜜的時刻 從事婚禮策劃的袁家良 在疫情前便開始轉當婚禮攝影 因為他發現中國近年來 舉辦婚禮的數量與規模都在萎縮 幸好紀錄方面的需求仍舊存在 受到疫情以及經濟放緩的衝擊 中國去年結婚人數為683萬對 比2021年少了80萬對 創下37年來新低 比幾十年前的高峰 更是幾乎腰斬 面對婚禮市場商機主年下降 業者被迫轉型 其中有人選擇改走高端路線 在上海經營高級品牌 結婚禮服出租的王小姐說 近來相關需求顯著增加 6月份的業績創下10年來最高紀錄 不過明年是否能繼續維持榮景 還很難說 專家認為不景氣對金字塔頂端的 婦人影響有限 但是對一般民眾的結婚意願 有相當程度衝擊 要提升中國整體的結婚率 進而促進生育率 需要靠強勁的經濟表現來支撐 而以目前的經濟狀況 多數婚禮業者必須絞盡腦汁求新求變 才能在逆境中求生存 故事新聞曾惠明編譯 節目最後趕快請批率來揭曉新聞 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非洲國家蘇丹的首都是克土木 而奈洛比是肯亞的首都 金夏沙則是鋼果民主共和國的首都 答案是3 你答對了嗎 謝謝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